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作为皇宫为什么玉花园这么小 是因为当时这个朱棣在修建紫禁城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计划去修建玉花园 如果没有来过故宫的朋友看到影视剧中 会觉得这个紫禁城的玉花园会是非常的大 毕竟这个地儿它是皇帝家的后花园 但真实的玉花园非常的小 朱棣在修建紫禁城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计划去设计玉花园 一直到了景泰皇帝也就是朱祁玉时期 仔细城后边这个区域才渐渐的改成了花园 那么为什么皇帝不扩建呢 因为这皇帝游玩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呢皇帝根本就犯不着 把这宫墙拆了去扩建玉花园 但是这座小花园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在这个亭代它的四周东西南北都有一棵这样的树 这个树都是人字形 这个里边也是存在的一个小故事 古宫里的这些古树多数都是来自于明清两朝 这些几百年的古树也应该是活文物了 在玉花园万春亭的东西南北各一株人字白 这些树长得非常奇怪 它的主干是被一分为二 就像一个人字 这是当年园艺师把这柏树呢 从中间给它劈开 然后把这伤口给它包住 就像人一样 当这个伤口愈合以后呢 就形成了人字白 种植人字白就是啊 人生在世 不要忘了做人的根本 从这个玉花园穿过来以后 它有一座大殿 这座殿呢叫做清安殿 这里边供奉的是玄武大地 这座秦安殿呢 也是紧承中州县上唯一保留下来的明朝建筑 当说到这儿的时候 大家肯定会好奇 这故宫不就是明朝的吗 怎么变成中州县上唯一明朝的建筑了呢 这个事儿是跟李自成有关系 目前中州县上明朝建筑只有这座秦安殿了 这座大殿呢 它不是住人的 这殿中啊 供奉的是玄武大地 朱棣在当时北方起兵 成功坐上了大明皇帝位 他觉得这个玄武啊 就是他的保护神 所以在中州县的北侧 修建了清安殿 来供奉玄武大地 到了这个明孝宗时期 这位一夫一妻制的皇帝 出现了短暂的沉迷修道 但是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 后来到了嘉敬皇帝时期啊 就不一样了 在当时皇帝做任何事情 这大臣们只要反对 要么停仗打屁股 要么直接撤掉官职 这位比他祖先更沉迷于修道的人 使得千殿的地位呢 达到了顶峰 于是他又添加了成员 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院落 后来这嘉敬皇帝啊 帅领大臣进入清安殿祭拜真武大帝 正式宣告 以玄教治理天下 从此这个嘉敬皇帝就不再进入外朝 到了清朝时期 这个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心里对修道呢 没什么兴趣 但是到了雍正皇帝时期 就不一样了 这位清朝很勤奋的皇帝 在忙于政务之外呢 还忙着修道炼丹 这个时候清安殿的地位 再次达到一定的高度 在这个期间 也严重影响了雍正皇帝的健康 前边有一个大石墩子 这个叫做嘉杆石 很多的朋友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它 在当时这个上面呢 有一个非常高的杆子 这个很多的游客来到清安殿 都会去看中间那棵奇特的树木 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 清安殿的西侧 这个精美的嘉杆石 它是由两块巨石组成 高度达到两米 它的名字呢 叫做五龙捧胜大旗杆 最初中间这个 是一个木质的翻杆 在当时 无论在紫荆城的任何角度 都可以看到这个翻杆 咱们来到渔黄园的时候 大家可以低下头 看一下底下的这些小石子 这些画呢 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在玉花园的最北侧 有一座假山 也是很多游客拍照打卡的地方 它叫做堆秀山 这上面呢 有一个亭子 叫做玉景亭 这个山可是人工啊 用太湖石堆起来的一座假山 它是万历皇帝时期修建的 但是据说啊 清朝雍正皇帝时期 这个地儿属于禁区 因为这上面呢 有人指手 看着紫荆城的一举一动 这些人就是来自于沾干处 说白了就是雍正皇帝的特务机构 雍正在当皇帝前 因为这个机构呢 他获得了大量的竞争者的情报 当上皇帝以后 他继续使用这个机构 据说这个地儿呢 就是沾干处的分部门 它的总部就是在雍亲王府 也就是现在的雍和宫 关于这个视频呢 就拍到这儿 谢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朋友 咱们下一视频 再见